亚青寺值得去吗 这个位于川西高原 海拔四千多米的寺庙 对于我这个没有信仰的人来说 刚刚走进这里 看到的也是一种震撼 很少 当然也就没有信号了 大家一定要提前下载好一线地图 要不然就像我一样了 还得下车到处去滚路 过了检查站之后 转入037线道 这里就是通往亚青寺 检查的人员会提醒你 不要飞无人机 不要直过 不要在上面过夜 一只很大的突鹫 它为什么不飞呢 它现在马路上走不飞 转进来大概七八公里 就到达亚青寺 这里有一个不太大的 但是是免费的一个停车场 沿着路走上去 上面是一个很高的观景台 可以俯瞰整个亚青寺 眼前这个宏大的建筑就是亚青寺 是不是和其他的寺庙不太一样 这个被河水围在中间的小岛 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红房子 就是当地尼古修行和生活的地方 所以这里是绝对不允许男性进入的地方 当然我们普通游客也不能随便进去 这些散落的白色小房子 就是他们闭关修行的地方 想象一下在寒冷的冬天 在这不到一平米的小房子里 修行一百多天 像这种苦修 你能忍受得了吗 我看到远处有一群僧人 正在朝着一个方向行走 当天正在下着小雨 可他们仍然在缓慢地朝那个方向行走 不知道要去哪里 在亚青寺 我真正感受到了这里和其他地方的不同 这里的人非常友善 无论是村民还是当地的修行者 他们看到你会开心地向你打招呼 或是微笑地点点头 所以旅行只有在不是景区的地方 才能真正感受到当地的风土人气 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 人口越少的地方 人活得越轻松 越开心 也就越友善一些 不知道应该回头 还是在这里等候 在不知不觉中 累成后 如果这知道是这样 我不会答应你离开我身旁 我说我不会哭 我说我为你祝福 这时候我已经没有主张 虽然不知道在你别的时候 不变耳鱼情长 到今天才知道 说一声在间需要多么坚强 我想要忍住眼泪 却不能忍住悲伤 在不知不觉中 没成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你 自卑这样凄凉 这一刻 这一刻忽然间我感觉好 像一只迷途羔羊 不知道应该回头 还是在这里等候 在不知不觉中 累成后 如果正知道是这样 我不会答应你离开我身旁 我说过我不会哭 我说过为你祝福 这时候 这时候我已经没有主张 虽然不知道在你别的时候 不变耳鱼情长 到今天才知道 说一声在间需要多么坚强 我想要忍住眼泪 却不能忍住悲伤 在不知不觉中 累成后 我从来没有想到你 想到你别自卑这样凄凉 这一刻忽然间我感觉好 像一只迷途羔羊 不知道应该回头 还是在这里等候 在不知不觉中 累成后 如果正知道是这样 我不会答应你离开我身旁 我说过我不会哭 我说过为你祝福 这时候 这时候我已经没有主张 虽然不知道在你别的时候 不变耳鱼情长 到今天才知道 说一声在间需要多么坚强 我想要忍住眼泪 却不能忍住悲伤 在不知不觉中 没阶段 没阶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